这江北州自古多彩子 这块匾就是胡老爷子写的 胡老爷子是名门世家 代代为官 现如今他的女婿陆震廷陆爷 在京城混的那是风生水起 陆震廷 就是那个京城开赌房的 前几日我还跟他比过五 这几个字写得有点歪啊 是是是 名字写得确实不够正 你们两个叙叙叨叨叙叨叨干什么啊 没看见本官出场吗 唐家犯人 跪下 断案时 犯人当真要跪 高见哪 这犯人嘛 他就应该跪下的 那就跪着吧 是 干什么 瞎了你的狗眼 不知道本官是谁吗 放肆 传嫌犯家属 传家属 快点快点 叶将军 请上座 叶将军 哪个叶将军 朝廷伤心叶的将军不多啊 最有名的 好像这样的一位 十六岁正战沙场 杀人如麻的活颜望 天下兵马大将军 就是那个 为父寻察 南平郡王娶的那个郑妃 余公子的模样 怎么也不像是高高在上的郡王爷啊 这个华朝看起来没有半分女神模样 他们怎么可能是夫妻 他说是叶大将军就是叶大将军 现在招妖撞骗的人多了 谁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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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叶将军 此人咆哮公堂 是否应该长嘴 长嘴 小人愚钝 如此大奸大恶之徒 应该重打二十杀卫棍 来人 打二十大棍 是 是 你 大将 爹 救我 老实在 爹 爹 救我 你们 爹 普世爷无力不起走 不会无缘无故讨好他人 举手投足却有军人气势 身份怕是不假 聂子 聂子 将军 下官不知您 巡查至此 有失远迎 还望将军赎罪 好了好了 别打了 张太医 你说说 你有什么罪 将军 秀水州水灾 下官为让大户人家放粮赈灾 忙得脚不粘地 回府听闻 库银被盗 下官师心急如焚 可是 县人直指官吟出现在 微服出巡的钦蚕府中 如今想来 此乃盗贼陈天狗所为 他栽赃陷害直指本官 还望将军看在 下官体察民情的份上 树下官视察之罪 传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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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言证